字幕提供 講到實體鍵盤的手機 大家一定會第一時間想起Blackberry 不知道大家有知不知道眼前這款是什麼手機呢? 嗯...它就是Blackberry最新出的Classic 它最大的賣點當然是它實體的Quality Keyboard 很多人都會將它跟Blackberry對上一部經典的手機Bow 9900相比 不過只是比較Keyboard的話 Classic的按鈕已經是紮實很多了 另外Classic還是第一部有觸控點的Blackberry 10手機 如果App裡面是有選項的話 大家就可以用它來滾上滾下做選擇 在預載的瀏覽器裡面 大家還可以用它來做滑鼠 除了上述幾個賣點之外 其實它還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的螢幕是完全正方形的 相比16比較的手機 例如iPhone 6這些 Classic的螢幕一定會短很多 再介紹一部機的其他位置 它是一個金屬的邊框 但是框底的位置是用膠做的 上面有一對喇叭的開口 以及一個Micro USB的插口 而機頂就是一個開關鍵 以及3.5mm的耳機插口 機的右邊就有3個按鈕 上下的按鈕就是音量鍵 而中間那個就是Blackberry Assistant的啟動鍵 說到機背方面 它是一個不可拆的後蓋 它的花紋就是由無數正方形組成的 好處就是摸起來好像仿皮的物料 而且不會滑手和不會沾上指紋 說到系統表現方面 雖然它是一部雙核手機 但是大部分情況下它都不像一部雙核的手機 就算播著YouTube這樣開個Blackberry Hub 都不會抖的 連那些過場動畫都很順暢 不過如果跟4核的Passport比呢 那個速度始終是會有些分別的 另外Blackberry OS 10.3其中一個主打的賣點 就是預載了Amazon的App Store 雖然上面已經有很多Android App可以下載 但如果大家懂得玩的話 更加可以自己安裝一個Google Play Store 在上面下載任何Android App 我們的影片介紹來到這裡了 有興趣的話請看我們評測全文吧